主席 我跟你多请教 确定一个问题 如果说侯今天对全民调 侯有宜对全民调是有一个比较更开放的态度 因为他有喊出说 如果照他的游戏规则 他可以接受当副手 那如果照您的游戏规则 他愿意接受全民调 你也可以喊出 你也愿意出了当副手这样的决定 那以及因为他也说 侯科或科猴必须把一起选 那你会有类似的要求 或是你觉得需要吗 那我本来原始设计的时候 应该当正的嘛 那书的一方他可以推荐副总统 因为这还有这个 盛选组合的最佳考量 当然是这样啦 我们也可以表达说 但是人家说 我也可以表达说 好啦好啦 这个既然 我妈妈每次都跟我说 活在世界上 不会再转包娘了 所以合作不是不可以 都可以啦 这个当然大家可以坐下来协商 谢谢 主席好 如果照您今天的表态 是不是说 亮出选票 自国民党 佛友谊 亮出选票 以及给出 deadline的最后通牒的 逼婚方式 你已经退了 然后 可是 如果他愿意 照你们的 比民调的方式 就像他今天所表态 他也不是不能够接受的话 就其实还是可以跟他谈 或者是其实 就照佛友谊的说法 如果您明天不回应的话 他就 要进入政党协商 等于猴柯谈破局 谢谢 那其实 其实政党协商表示还没有破局 政党协商会有破局 那猴柯谈也没有破局 其实这样啦 有时候 有时候也不用当事人谈 所以有时候政党对政党 谈也是一个办法 第一点 第二点我倒觉得是这样啦 其实活在世界上 我也同意我妈妈讲的话 就是说 做什么事情也不要抱怨的 彼此都可以协调嘛 还是那一样啦 还是那句话 我们希望台湾可以变好 我每次在演讲 最后一句话都讲着我 希望台湾因为有我们 可以变得更好 不要说因为有我们变差嘛 我直接问啦 那就在十月底之前 如果是 民国民党跟你们还能够 根据这个理民调的方式 来做一个协商化 代表说侯柯谈 或者是政党协商 还没有 对 谢谢 好 敬礼 那个是 慢步风没定了 已经开始断断续续了 主席这边讲 问一下 因为你刚才是说 你刚才是说 不是不能谈 是不喜欢这样的逼婚方式 那 所以如果他们现在喊出 今天就是 日落就是在明天 那这样子你还会就是 回去思考说 有没有其他的方式 还是 您这样的回应就是 已经公开的在回应 就是给我们讲 以及说 现在就是 会不会觉得侯友宜 他们这样的说法 其实就把蓝白 还不能整个这样的罪名在甩锅给您 谢谢 嗯 其实也不要 不用算计那么多 其实在 就明白讲 其实我们要的只是一个 让大家可以 幸福的比赛方式 你不要弄在比赛方式 然后不会再跟侯友宜这边谈 我们也不会这样 我跟你讲 我跟你讲 我没有那么坏心 要挑拨人家的敏感神经 没有那么阴险 但是这样 其实我跟你讲 我刚才不是讲过吗 这合作很多层面 从那个再讲一遍 从政策的协调 总统的选举 立法委员的选举 那个选举结束以后 内阁的组成 还有这个立法院 院长 副院长 委员会召集员的选择 那个选举 还有到以后 将来那个 每一个议题的时候的合作 所以合作有很多种 如果完全都可以合作 那就干脆订同一个党就好了 所以有时候合作 有些可以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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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